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之前 他就和我坦白家里所有的事情 他父亲早逝 母亲性格古怪 哥哥被判终身监禁 我上一段婚姻失败就是因为婆婆的掺和 我和旁诚说 无论你的家人如何 如果结婚 我只有一个要求 不和你家人住在一起 旁诚连连答应 很快就着手准备新房 他母亲已经70岁了 而且有腿脊 平常出门 路稍微远点就要坐轮椅 旁诚给他请了保姆 我见过旁诚几回 可能是未来儿媳妇的身份 让他对我很和蔼 那些保姆就没有那么幸运 旁诚处处挑他们毛病 几乎没一个能干满一个月的 那段时间 旁诚三天两头的就跑家政公司 换了五个保姆后 旁诚再去 对方不给他提供人了 后来 竟然介绍旁诚请到了周姐 周姐已经60岁 而且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 一开始旁诚有些不满意 但想着母亲的性格 自己也没好意思挑别人 就死马当作活马医 全当试试 没想到周姐和旁母很合得来 一个月以后 周姐没有辞职 老太太也没有抱怨 那段时间 旁诚总是和我说 周姐脾气好 见谁都笑咪咪的 把他母亲古怪的脾气捋顺了 但没多久 旁诚就发现 家里不断地丢东西 提取刀 衣服 枕头 后来他发现 一双穿了很久的旧鞋 竟然也没有了 虽不是什么值钱的 但要用时却找不到 挺糟心的 旁诚问他的母亲 他母亲一脸迷茫 说他老了 脑子混 不知道那些东西去哪了 于是旁诚怀疑 东西是被周姐顺走的 我劝旁诚装摄像头 他说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和他母亲不同意 说完那个东西 就像被一双眼睛盯着 心里不自在 这天我刚下班 正准备上哪儿应付一顿晚餐 旁诚来电 说他上周花几千 给他妈买的手机也找不到了 他怀疑是周姐偷的 希望我过去一趟 帮他一起处理这件事情 我顾不上吃饭 匆忙地往他家去 遇上这种事 旁诚不直接报警 却喊我去 一方面可能是信任我的能力 另一方面他把我当家人 我停好车 见旁诚站在楼下等我 深秋的夜空气清冷 白色的路灯 把旁诚的身影拉得很长 他看上去有些沧桑 我问他 确定东西是周姐偷的吗 旁诚重重地叹了口气说 我妈精明了一辈子 不可能将那么贵重的东西弄丢 但他身边又没有别人 我怀疑东西不是被周姐偷走 就应该是我妈被周姐洗脑 把东西送给他了 我有些赞成旁诚的话 老太太一直用老年手机 之前旁诚提过很多次 要给他买智能手机 但他不要 周姐来没有多久 他就让旁诚给他换最新款的智能机 这没几天 手机就丢了 如果真是周姐哄骗旁母 那他真是厉害 之前几个保姆都是没干多久 就被旁母气走了 他不仅留了下来 还把老太太哄得团团转 旁诚说 不管什么原因 一会上楼 我把周姐叫到屋外 仔细地盘问他 你和我妈聊聊 看能不能问出些什么 我点头答应 心里莫名 有些紧张 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出电梯 旁诚敲门 门打开的一瞬间 我愣住了 开门的是周平 我的前婆婆 周平见到我也很惊讶 他甚至忍不住地压了一声 看到我身边的旁诚以后 他瞬间明白过来我的身份 你们认识 旁诚问 一个熟人 我和周平几乎同时回答 旁诚皱了皱眉 我有些尴尬 只能先进屋 我表面热情地和旁母打招呼 内心却思绪万千 那些已经尘埃落定的往事 又重新涌上了心头 算起来 我和周平有四年没见了 我不敢相信 旁诚说的农村出生 能吃苦耐劳 性子极好的人是周平 我更不敢相信 周平那么骄傲的人 会做保姆 还拿别人的东西 在我的印象中 周平性子急躁 做事说一不二 尤其是那张嘴 说起人两个小时都不代停的 记得当初 我和他的儿子齐欣 还没有离婚 他催我们生孩子 说周围的人都抱了孙子 他必须也得赶上 当时齐欣的工作不景气 我想再上几年班 等手头有点存款再生 周平不答应 非让我辞职 我坚决不辞 日子就那样磕磕绊绊地过着 到第二年 我迎来升主管的机会 原本是好事 周平知道以后 却气急败坏 那段时间 每天我一回家 他都各种花式念叨 说谁家的孙子可爱 谁家的外孙白胖 说我再熬下去 就变成大龄产妇了 有时候在气头上 他还问我是不是想让他们家绝后 不仅如此 他还给齐欣做思想工作 说一个女人事业越好 就越不在乎家庭 最后齐欣也觉得我应该辞职 我并不讨厌孩子 可当时那种情况 齐心工资连五千都不到 公婆没有退休金 公公偶尔打打零工 我再不工作 孩子出生 难道喝西北风吗 我把利害关系和周平说了一遍 周平立刻地跳脚说 以前人那么穷 一个家庭五六个孩子 照样能拉扯大 现在生一个 怎么就养活不了了 和周平没有办法沟通 齐心又不理解我 最终我选择了离婚 没想到时隔四年 我会在这里 以这种的方式遇到周平 在我和庞姆寒暄的时候 庞成把周平喊到门外 庞姆见到我很开心 对我是一阵嘘寒问暖 我心不在焉地应付着 很快就把话题转移到 丢东西的时间上 和庞成告诉我的一样 庞姆说他老了 记忆力不好 不知道东西丢哪了 阿姨 庞成觉得 东西如果不是你弄丢的 那就是周姐拿了 说出周姐两个字 我心里有些别扭 庞姆连忙摆手道 小周不是那样的人 那东西哪去了 庞姆又开始打马虎眼 说脑子不好 想不起来 我总觉得事情不像庞成想的那么简单 周平生活条件虽然不好 嘴也碎 但性格要强 不像手脚不干净的人 想到这儿 我冲出门外 想阻止庞成盘问周平 但已经来不及了 不知道庞成说了些什么 周平在抹眼泪 见了我 他把头歪向另外一边 显然不想让我看见他的难堪 庞成问我庞姆说了些什么没有 我摇摇头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那就报警处理吧 我立刻劝阻 庞成 别冲动 周姐我以前认识 按照我对他的了解 他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对 我虽然年纪大了 但我要脸 我不会 也不敢干那种事 求你别报警 周平苦着脸 接着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飞快的进屋 对庞姆说 姐 你好好想想 你儿子给你买的手机 放哪去了 要再找不到 你儿子就要报警抓我了 庞姆见周平这么说 神色突然慌张起来 他说 庞成 小周没有偷东西 东西 我给别人了 妈 到底是怎么回事 庞成问 庞姆垂着头 欲言又止 在庞成的催促下 庞姆哽咽地说 庞正提前出来了 那些东西 我拿给他了 庞正是庞成的哥哥 之前听庞成说 他在坐牢 庞成显然是没有想到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贤疑被洗清 周平常舒了一口气 既然是庞家的家事 我就把周平拉到了门外 让他们母子单独地聊 周平靠着墙 有些无奈地说 被人冤枉挺绝望的 刚才谢谢你替我说话 既然你没有偷东西 为什么怕报警 周平摇着头 他说 我不想把事情闹开 弄得人情皆知 我轻轻地叹息 他还像从前那样爱面子 沉默了一会儿 周平突然苦口婆心地说 小雅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关系 但我想劝劝你 这样的家庭别嫁 这老太太脾气不太好 还有个坐牢的儿子 你嫁过来 日子肯定不会好过的 谢谢 我有分寸 我原本想叫他周姐 又觉得不合适 最终没有叫出口 那个 齐心和你离婚以后 又找了一个 没多久就生了孩子 周平转移了话题 这新媳妇脾气没有你好 她仗着生孩子有功 天天在家横行霸道 在那个家 我天天受气 想着齐心挣的钱 也不够家里开销的 我就出来打工了 我笑了笑 不知道如何回应 周平尴尬地搓了搓手 哎 我和你说这个干嘛 你看我 就是管不住嘴 我并不关心 他们家现在的生活 就把话题扯到旁母身上 周平说 以前旁程请的那些保姆 只管干活 不太情愿陪老太太聊天 但他不一样 没事就陪老太太唠嗑 所以老太太喜欢他 过了会儿旁程打开门 我和周平进屋 旁程和旁母 郑重地给周平道歉 周平没有计较 他大度地说 事情弄清楚就行 以后有类似的事情 可不能冤枉我了 旁程心里过意不弃 同时也怕周平辞职 给他加了500块钱工资 周平乐呵呵地接受 他说 和老太太聊得来 除非老太太辞了他 不然他自己不会走 从旁家出来 已经9点多了 霓虹灯炫目 广告牌凌厉的街市 显得很繁华 旁程得知我没有吃饭 就带我去最爱的那家 混沌店 蒸腾的热气中 旁程和我详细地说起了 他家的往事 他哥比他大12岁 从他记事起 就知道哥哥不省心 成天地在外惹是生非 父母头疼 却又无可奈何 好在旁程性格乖巧 让他们多少宽慰些 旁程30岁那年 因为打交道欧 捅死人 被关了进去 旁父郁郁寡欢 后来在工作中 出意外去世了 父亲的死 和哥哥有间接的关系 让旁程下决心 这辈子都不和哥哥来往 旁母也曾痛心疾首地说过 这辈子都不会任 旁程这个儿子了 前段时间 当年的案件重查 发现旁程不是主谋 而且是过失杀人 就提前被释放了 旁母心软 接纳了上门找他的不孝子 但他怕旁程有意见 只敢私下接济他 家里有些旁程 没怎么用的东西 他就拿给旁镇 见旁镇没有手机 不方便联系 他又让旁程买手机 旁母告诉旁程 十几年的牢狱生活 让旁镇改变了许多 另外他知道父亲 因为担心自己出了意外 愧疚不已 已经下决心 要改过自新 旁程说 明天他要去见见旁镇 可能会帮他安排一份工作 让他重新适应社会 我表示支持 再怎么 他们也是亲兄弟 旁程重重地叹了口气 他和我说了他哥哥的事 我也和旁程坦白 我和周平过去的关系 旁程有些唏嘘 他觉得命运真是会捉弄人 我的前婆婆竟然成了他母亲的保姆 随着一碗混沌下肚 我们都交付了各自的心事 与人谈恋爱就会被动地参与 另一个人的人生 即使将来分开 他以及他周边的人都会影响我很久 周平对我的提醒不无道理 旁程虽然条件不错 但有很多的地方还需要考察 其实就算他不提醒 我也不会轻易地结婚 我想受旁程带给我的这份安定感 如果将来他能处理好原生家庭的事 我会和他结婚 如果他的家庭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那我也会迅速地撤退 受过一次伤成长了一些 我不会再像年轻时的自己 一时头脑发热 就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扔进一段未知的生活里 现在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不指望靠婚姻改变命运 但至少要保证 结婚不会拉低我的生活质量 不然我宁愿单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